又找到一隻E-Bolo 這隻是Retro 一種復古或復刻的系列 類似五、六十年代的格局 一種凸鏡、盒型玻璃 彎面、彎針 但針是一般的,這隻不彎 我覺得表面有一點的效果 但玻璃是凸的 一個透底設計 一隻E-Bolo 224 鎖做了一個Rodium Coating 做了一些魚鱗紋的打磨處理 定價是8,280元 不便不貴 8,000多元一隻皮帶錶 這些機芯通常都會給你一個日力 因為它本身有日力 所以如果它不用 好像有點浪費 所以你也看到 是有一個日力在三點鐘位置 其餘有紙釘 紙針就是這樣的 中間有少少偷空位 沒有夜光 一支很長的 很幼的秒針 後面有個Counterweight 是圓形的 做了一個尾擺 紙釘正常常 又不是很飆青 但又不是太差的 不過想說一件事 它這隻銀色面 和黑色是有少少不同的 其他錶現在都很少這樣做 就是它銀得來 是有一個太陽放射紋 不過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一個很粗沙的處理 感覺有少少像 上世紀六十年代 那些生活物品的鐵器 有少少粗礦 拉一個粗沙 銀得來 又有少少灰灰的吃 那這種呢 就可能E-Bottle 對於Retro style 的一種特殊的演繹 類似的